同顶牧场 位于大分水岭以北数英里处 一墨于派厄尼尔山脉中 这里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工具 是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货运列车 最早一班是5点44分 最晚是下午17点15分 TS和弟弟雷顿从小生活在此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斥着童年的味道 他们的父亲好像晚生了100年 从思维体格灵魂都是彻底的牛仔 他的休息室里摆放着许多 对西部生活情有独钟的物件 置身其中仿佛来到那个尘土飞扬的狂野世界 他们的母亲是一名生物学博士 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观察各种微生物 雷顿继承了父亲的狂野基因 喜欢用枪打一切会动的东西 TS则继承了母亲的大脑 是个十足的科学小天才 两兄弟之间一个勇敢狂野 一个怯弱胆小 虽然都是自己的孩子 但父亲更爱雷顿 胜过世上一切 在这个怪异的家庭中 唯独姐姐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她是怀旧反保守剧团的领舞 梦想着去参加选美比赛 从而走出蒙大拿这个山嘎大 彻底摆脱这些怪异的家人 一年前巴特历史博物馆有一场关于勇动机的演讲 TS溜进去听课 得知没有任何科学家窥探到其中的奥秘石 他声称自己愿意接受这项挑战 可教授只当他童言无忌 一年后TS接到史密森学院吉布斯的电话 原来他寄去的勇动机设计图 获得了贝尔德奖 并邀请他在学院的150周年庆典上 做个获奖致辞 TS有些惊慌 以自己还要去上课的理由婉言拒绝 悠闲的下午 母亲用雷顿头上的狮子做研究 父亲则在一旁嬉皮笑脸 TS始终不能理解父母是如何相爱的 他们的区别就像白天和黑夜 然而几天后 两人的手掌又青擦而过 仿佛在秘密交换几枚种子一样 原来这种爱是不过分牵绊 与干涉对方的生活 乐趣是一种心灵的依靠 母亲不擅长家事 总是损坏面包机 可每次都会得到家人的鼓掌 里面多有些无奈意味 只有雷顿出自真心 并一脸傻笑地盯着母亲 但雷顿去年死于一场枪支走火意外 就在旁边的骨仓里 从那以后 这个家被一股阴霾笼罩 父亲变得更沉默 母亲热衷于寻找一种 几乎快要灭绝的昆虫 一天放学后 父亲邀请TES上车 这是雷顿走后 父亲第一次求助于他 可TES并没有感到高兴 因为这个副驾驶 以前一直属于雷顿 他曾用步枪在200马开外 击中一头丛林郎 父亲脱下帽子 戴在他的头上 TES有些嫉妒 可他知道这种事 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因为在几个月前 他曾做了一个比例模型 试图改善牧场的水文情况 结果却遭到父亲的冷漠相待 途中他们遇到 一直被困的蠢羊 TES在救他时 遇到一条毒蛇 父亲帮他解围 那也是父亲第一次拍到的后背 但他不知道 这是责备还是关心 回程路上 TES感觉自己就像天上的蝙蝠 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 于是他决定 明天动身去史密森学院 去追求自己的科学事业 半夜他开始实施密谋的计划 带上必须的生活用品和工具 在凌晨四点准时出发 离京前他来到雷顿生前的房间告别 并对之前骨仓的事道歉 接着给家人留言 并顺手带走母亲的日记 然后与默默无言的 墓鼠卡告别 随着天边沉溪微露 父亲开车从他身边经过 却没有停下 TES明白自己对他最爱的儿子的死 有责任 注定要从牧场被流放 来到火车站 他将信号灯涂成红色 截停一辆货运火车 之后又躲过工作人员的追赶 顺利踏上奇异之旅 铁道线蜿蜒曲折 秋光叠叠覆重重 如影随形的雷顿 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两兄弟玩着以前玩过的游戏 TES偶然想起母亲的研究样本 被父亲饲养的山羊吃掉的场景 夫妻俩大吵一架 彼此互不相让 可当下雨时 他又寒情默默地盯着骑着马 淋雨的丈夫 短暂的行驶后 火车停靠在淮俄明州 安检人员前来抽查8号车厢 TES临机应变 躲进房车内 并贡献出自己出色的演技 成功躲过工作人员的检查 第二天由于携带的食物不够 肚子因为饥饿已经发起抗议 紧随而来的是一股挥之不去的抑郁和压抑情绪 夜晚火车在内布拉斯加州短暂停歇 TES偶然遇到一个自称两朵云的维修工 也许是看出它是一个流浪的孩子 便给它讲了一个故事 在某一年 有一只病重的麻雀 无法飞往温暖的南方过冬 它来到一棵高大的橡树面前 希望能在它的树叶里避寒 但那是一棵傲慢冷血的橡树 麻雀的请求被拒绝 紧接着杨树柳树梧桐树都纷纷拒绝了它 麻雀抱着最后的希望 来到一棵松树前碰碰运气 松树说 如果不嫌弃我的叶子又小又细 那就在里面过冬吧 麻雀非常高兴 在松树的帮助下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这件事被上帝知道 他决定好好惩罚一下那些自私的树木们 从那以后所有的树一到冬天 就会掉光所有树叶 唯独松树四季长青 听完这个故事 TS声称松叶的隔热性很差 从科学角度全盘否定这个故事 维修工被怼得无话可说 但还是拿给TS一些零钱 分别的时候 维修工告诉TS 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目 TS在买热狗时 遇到两名警察前来张贴寻人启事 而上面的小鬼正是自己 老板认出他就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孩子 TS却说自己是一个孤儿 随后他站在公共电话厅外面 想象着家人接到他电话时的欣喜与激动 从内心渴望得到他们的关爱和理解 可他并没有打回去 因为他仍旧觉得自己不会得到家人的原谅 火车缓缓上路 也许有一个孩子正被汽笛声惊醒 TS有点想和他交换 看着火车驶向未知的远方 这一刻他无法否认自己不是一个了无牵挂的漂泊者 只是一个淘家的十岁小孩 随着大自然的消失 事业中的风景被服从几何原理的人造建筑物代替 TS无法明白 为什么人类创造出那么多直角 可他们的行为却又复杂和荒谬 列车停靠在终点站 他将不必要的行李藏在电箱里 然后轻装上阵 警察误以为他是逃学的小孩 于是一老一小开始了追逐站 TS跳上那个正在移动的桥 导致肋骨不幸受伤 警察露出担忧的神情 醒悟过来后又继续恐吓他回来 逃脱追捕后 TS欲哭无泪 心中充满委屈 即使他懂得的再多 也只是一个需要关爱的孩子而已 随后他在路边拦车 一个叫李奇的司机愿意烧他一城 对方有一个习惯 每当遇上搭车人时 都会拍照留念 TS因为太过劳累 在副驾驶睡了过去 等醒来时 车子已经停靠在史密森学院门口 分别时 李奇告诉他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寻找什么 但要记住任何时候 路就在脚下 TS也告诉他 我也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但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心目 他来到学院前台 工作人员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小孩是发明涌动机的人 而为了不被赶回家 他谎称自己是个孤儿 文讯赶来的吉布斯见到他后 也以为自己被捉弄 但TS张嘴说出一大堆科学术语 并解释出涌动机的设计原理 吉布斯这才得知自己捡到了宝 于是开始像一个经纪人一般 对TS进行一系列包装 全然不顾及他的想法和感受 在学院周年庆典上 那些科学家对他说着各种奉承话 可这一切在TS的眼中 看起来都相当虚伪 演讲台上 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出名 而是找一个倾诉内心的机会 一直以来 雷顿和我有很多不同 我喜欢做科学实验 他喜欢拿枪打一些东西 于是我想到制作枪声声波图 这样我们就能一起玩了 可那天 那支温彻斯特步枪 无故卡弹 我帮忙扶住枪托 没有碰到一丝扳机 结果一声爆炸响起 雷顿的身体飞过骨仓 鲜血从草垛上滴下来 他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再也不是我的弟弟 从此只剩下我一个人 TS将弟弟的死归罪在自己身上 当他将心中压抑许久的话说出来后 台下掌声雷动 而在最上面一层看台上 受到邀请的母亲已是满脸泪痕 雷顿死后 穆淑卡开始要铁筒 嘴角经常鲜血淋淋 后来有一天 姐姐带着他穿过草场 然后坐在山头眺望远方 回来以后 穆淑卡不再要铁筒 又开始像从前一样捕捉萤火虫 似乎已经接受小主人去世的事实 而他多想有一天 也可以和穆淑卡一样去捕萤火虫 自从TS在学术界引起风波后 吉布斯变成了大盲人 他根本不关心眼前小孩的内心世界 也不在意科学与真知 只想利用它来获得金钱和名利 甚至还想让TS重现弟弟在 骨仓自杀的一幕 从而来获得更多的炒作和曝光率 这个虚伪的世界让TS无无所适从 他给家里打去电话 却无人接听 随后他被邀请上一档名气很高的脱口秀节目 连同那台涌动机也被推上舞台 其实这并不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涌动机 它只能够运转400年之后 需要再次冲刺 之前TS谎称自己是一个孤儿 没想到节目组请来了母亲 随着谎言被戳破 他向母亲说了一句我错了 母亲却告诉他 难道将枪当作礼物送给一个孩子没有错吗 大人不去看管 任有两个孩子在骨仓玩枪 难道没有错吗 TS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任何人的错 那只是一个意外 就像父亲说的那样 发生了的就发生了 一直以来 家中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逃避真相 忘记伤痛 他们什么都不说 却好似无形的埋怨和责怪 让本来就缺乏关爱的TS变得越来越孤独和自责 这时母亲的一番话解开了他的心结 也散去了心中的内疚和委屈 母亲抱起他离开了演播室 在出门时 吉布斯骂TS是肮脏的小骗子 母亲扇了他一巴掌 主持人拦住两人 声称节目还没有结束 这时他身后出现一个牛仔 父亲一拳打在他的鼻子上 然后示意儿子爬到自己肩膀上来 TS问父亲 那天早上为什么没有停车 父亲说 那天我正好低头捡东西 错过了那一刹那 TS将帽子放到自己头上 一家人的身影逐渐被光芒所淹没 牧场再次被阳光笼罩 带来一丝亲人心脾的醉意 家里又迎来一位新成员 面包机还是一如既往的损坏 父亲生气时 总选择淋雨 TS内心的缺口 也在渐渐补全完整 不久后 那台永动机成为摇篮的动力来源 此时阳光正好 微风不躁 一家人偶有悲伤 也在温暖成长 少年斯派维的奇异旅行 由让皮埃尔热内指导 上映于2015年 一段火车之旅 一段奇异人生 曾几何时 人类创造出那么多直角 可自身的行为 又是那么复杂和荒诞 喜欢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放不下面子 看不透人情 想的太多 顾虑重重 给自己增加数不清的借口和牵绊 而谁都有这么一段日子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觉得没有人懂得自己难以言说的委屈 并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 逃避那些突然而至的伤痛 对生活选择掩耳盗铃 不愿承认 还有的人 陶家一个人出发 渴望从远方得到救赎的力量 途中难免不会遇见那些功利之人 也会遇见善意的人 我们变得疑惑 变得孤独 变得畏惧 被条条框框束缚 心中无助又在挣扎 最终明白 陶家并不能解决问题 一时的逃避 只是心灵的短暂慰 毕竟眼前的苟且尚不能解决 远方的失忆和救赎也无从谈起 于是兜兜转转之后才发现 出发的地方才是最温暖的避风港 明白只有勇敢面对伤痛去解决 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无论十几岁的你还是中年的你 当时的我们比任何人都严肃过 激烈过痛苦过 即便交情如此 还是长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大人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目 对吧 好了 我是刘大白 下周四不见不散